來到兒童遊戲場 各種遊具提供孩子玩樂 但鏡頭往前走 卻發現角落 被一整排的鐵絲網 給圍了起來 小朋友其實是很喜歡這樣子玩 像我們也是會這樣子玩 像這個軟軟的 那你看喔 今天他也沒有防護 我今天如果在這邊玩的話 其實對我們來講他是很好 地點就在金融八斗子山莊 兒童公園 居民控訴 有一半的兒童設施 被圍在鐵絲網內 就擔心小孩玩遊具 玩到一半不小心會被網弄傷 是非常的誇張啊 我們可以看到 小朋友在這邊爬進爬出 然後你突然用鐵絲網這樣子圍住 地上你看還有這個鐵絲 那不然就是他全部把它圍起來 不然小朋友其實還是在這邊爬來爬去 你看他如果從這邊爬進去 在那邊拉單槓在那邊玩的話 跑來跑去跑跑跳跳 而且最主要是 這邊是八斗山莊的兒童公園 那既然是兒童公園 當然就是會希望小朋友可以在這邊玩 那你小朋友在這邊玩的話 當然要給他一個比較安全的空間 好天氣的話 夏天好天氣 小朋友放學回來都會在這邊玩 假日也會 好像是私人土地 根據當地居民私下了解 這一塊是私人土地 為了宣示主權 地主用鐵絲網設置路障 不想讓人使用 而中正區公所回應將會再安排會刊 前方那邊也有在做這個建設 可能這個已經會被化為那個私有地 但是無論如何 所以我們當時有跟那個區公所說的時候 區公所他已經同意安排那個會刊 那只是說在這個期間其實還是有一些危險性 那如果不管是你私有地 他在私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應該要做一個安全的圍理 或者區公所 他可能要做一個基本的一個防護的措施 這個原本是屬於大家 長久以來都是供用給社區來使用的 那你突然就把它圍離起來的話 覺得蠻突兀的就是 為什麼這塊地就被隔離起來 大家都覺得都蠻納悶的 既然這個是長久以來是給社區來使用的話 縱然是你私人的地 那至少說你事先跟社區的人來做公告 來知會嘛 那當然如果你這塊地 真的你私人的地沒有多大的用處的話 以及把它化歸為給社區來使用 這樣子你還可以做一些敦慶慕靈的 由於每到假日會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來這裡遊玩 但遊戲公園一般被鐵絲網圍住 就怕小朋友一不小心受傷 呼籲政府相關單位要盡快介入處理 記者黃少民接種報導 真的不小心頭部真的是 因爲 這個 我 是 到